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腰果的好处 喜欢我的影片可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哦 腰果是一种常见的坚果 除了美味和口外 它们还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以下是腰果的一些好处 丰富营养价值 腰果含有多种重要营养物质 包括健康脂肪、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如维生素、义和B族维生素 和矿物质如美、心和铜 有益心脏健康 腰果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如油酸和亚麻酸 这些脂肪对心脏健康有益 它们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LDL的水平 提高好胆固醇HDL的水平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促进消化功能 腰果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正常消化功能 预防便秘和促进肠道健康 抗氧化作用 腰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维生素和多分化合物 可以对抗自由基的损伤 减缓细胞老化和疾病的风险 促进骨骼健康 腰果富含鎂 铜核心等矿物质 这些对于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它们有助于维持骨骼结构和强度 预防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 提供能量 腰果是高能量的食物 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可以提供持久的能量供应 有助于管理体重 尽管腰果具有高热量 但它们富含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 有助于提供饱腹感 减少食欲 从而有助于管理体重 尽管腰果具有许多益处 但人们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适量食用 由于腰果含有相对高的热量 过度食用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建议适量食用 每天约一小把 约28克为宜 避免过度加工 选择原始的 未经过多加工的腰果 避免添加过多盐 或其他调味剂的腰果 以确保最大限度的 获得其营养价值 过敏反应 腰果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某些人可能对腰果过敏 如果您对坚果类食物过敏 请避免食用腰果 或在食用前咨询医生 配合均衡饮食 腰果虽然营养丰富 但不能作为单一食物 来替代均衡饮食 请确保摄取各种食物类型 包括蛋白质 蔬菜 水果和全穀物 注意保存 腰果的油脂含量较高 容易氧化变质 建议将腰果存放在密封容器中 放在阴凉前灶的地方 以延长其保鲜期 在食用任何新食物之前 建议向您的医生或营养师寻求建议 尤其是如果您有特殊的饮食需求 或特定的健康状况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